诸位老师 诸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 我们在此地举办英国韩学院谢思活动 精控引药在这里 跟各位同学们讲几句名利的话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间 第一届的同学们就要毕业了 大家来到汉学院学习 从校长到全体教职员 对同学们的期望 就是要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沟通中西方文化 一年多来 同学们追随各位 德高望重的老师们 学习汉字文言文 学习传统文化的经典 有了很大的成长与进步 我们更要继续发大心 居足使命感 传承老祖宗 五千年的文化 为往生及绝世 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深深相信 中国传统文化 超越时空的价值 确确实实 能够救国家 救世界 救人类 救地球 现在中国 正在大力 弘扬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 这预示着 祖国将会愈加 繁荣富强 在世界上 在世界的舞台上 扮演着 举足亲众的角色 如何让中华文化 传播到全世界 给人类带来 永恒的幸福 与安乐 这时 摆在我们面前 非常迫切的问题 面对着 五千年来 老祖宗留下来的 灿烂文化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它 在我们眼睛前 断层 无论经受多少 委屈 或苦难 都要把它 一代一代地 传下去 这是我们肩上的 神圣的使命 肩负着这个 神圣的使命 我们的一生 一定会 越走 越宽广 我自己 一生的经历 可以给大家 做借鉴 最近一些 有心的同学 把我一生 红发的资料 编辑成册 确实 非常的用心 在这本书的开头 引用我说过的一句话 我是一个 没有福报的 平常人 这是事实 想象自己一生 既没有本事 也没有学问 也没有千财 我们只是发心 想要把培养汉血 记起人才的使命 担在肩上 想不到 想不到 就得到这么多人的拥护 我们还走到了 联合库 教科文组织的平台 走到了世界 走到了世界 的舞台 希望同学们 看到我这个榜样 深深相信 这条路 这条路 一定能走得通 只要 发大菩提心 具足使命感 具足诚信 恭敬心 从我自身 做起 必定会 感到更多 志同道合的人 和我们一起 走这条路 这条路 决定能够走成功 我们深深感谢 修士校长 及威尔斯大学 校方 对于汉学院的 大力护持 2015年 我参加联合科 教科文组织的 和平会议之后 来到伦敦 听说英国政府 鼓励全国学生 学习中文 我感到很惊讶 那次的访问 受到上院的接待 他们告诉我 真有此事 二十一世纪 是中国文化的时期 如果 他们不能中文 将来和中国人 往来 会吃亏的 那会 我在伦敦 第一次 遇到校长 把自己担心的 中国传统文化 会断层的忧虑 告诉他 他完全明了 于是我们决定 第三层的学生 第三层的学生 师生的重容 也越来越大 校长下定决心 要把汉学院办好 我们全心全力地 配合他 如今汉学院 第一届 硕士班的学生 已完成 修业 即将按照汉学院的安排 和自己的志愿 到世界各地 继续深造 学习 或者教学 希望各位同学们 都能够 并持 圣贤的教诲 不忘促学 真正落实 内 学习释迦牧尼佛 放下贪嗔 吃蔓仪 外面 学习孔老父子 温良 贡献让 以真诚心 知恩 报恩的心 来对待一切人 对待一切众生 所谓是 至诚 感同 具足真诚 恭敬的心态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遇到贵人 能得到更多长辈的 体系 与帮助 我们真正发大学 为国家 为人民 为一切苦难众生 别能得到 祖宗保有 众生加持 祝佛护您 今天 我们在这里 深深怀念和感谢 周固院长 老人家在汉水 初创时期 挺身而出 鞠躬金翠 死而后已 我们也感谢 所有的教职员 为汉学院 所付出的努力 希望我们的老师 和同学们 能够继续努力 成为一个 团结活活的团体 携手 并进 从我们自身做起 把如是道 中国传统文化 发扬广大 为化解冲突 促进社会 安定和谐 世界和平 以及实现 大同世界的愿解 共同努力 共同努力 祝福 汉学院的四孙们 道业精进 学业又成 身心安康 六时迹象 谢谢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